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陈振生表示 随着就业的模式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当自由职业者和合约员工 工运将会向他们伸出援手 陈振生在出席建国总理李光耀的纪念仪式场外表示 工运必须与时并进 要跟得上新一代员工的志向与步伐 除了专业人士、经理、执行人员 以及在中小型企业工作的人员之外 工运也有需要保护人数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者的利益 在纪念李光耀先生的仪式中 陈振生代表职总接收一枚 在李先生国葬仪式上明放的礼炮弹壳 这一枚礼炮弹壳原是政府赠送给工会会员 穆都古马作为纪念 他在李光耀先生葬礼上发表道辞 不过穆都古马决定把礼炮弹壳捐赠给直总